讲完了总论 我们再来看第二章存货 存货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基础知识 它应该算是资产里面流动性比较强的 那什么叫存货呢 在前面在讲解科目是简单的提过性 我在这呢先把这个存货包括的所有的科目 我给你拉个单子先给大家认识一下 存货呢从它的整个的定位来讲 它是指的有实物形态的流动资产 就看得见摸得着是它的主要特征 它包括哪几个科目呢 如果说全的话呢大概有十四五个 我在这都给你写一遍 咱们能说多少说多少 基础知识该铺垫多少铺垫多少 来上演 这个存货呢说全的话呢 大概有这么十几个科目 我们前面呢在介绍会计科目时呢 也说了几个 但是不全 现在呢涉及到政客里面 我们用到的都给大家简单说一声 原材料 原材料好理解 是构成产品主要材质的物资 比方说棉方厂的材料是什么呢 棉方厂是最终产品是布匹 什么东西值得布啊 棉花 棉花就是原材料 钢厂 钢厂的产品是钢材 它的原材料是铁矿纱 这个呢很好理解 委托加工物资 或者委托加工材料 这是我们委托方发出材料 让受托方代为加工 这也是存货的一种 在这儿 库存商品 是指的完工代售品 所谓的完工代售品是 站在你这个企业角度 对于你这个企业来讲 它是一个完工之后 等着卖的商品 这个我上次说过 钢厂的完工代售品 就是钢材呗 但是钢材如果放在汽车厂 那就是原材料 你一定要站在特定的企业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不能上来说 钢材就是完工代售品 那是不对的 不分商品啊 发出商品是什么意思 发出商品呢 就是我商品已经离开的企业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收入没有实现 或者说没资格实现收入 这种叫一库截转 我们称它为发出商品 生产成本 是我工业企业 我造这个产品 还没造完 正在加工过程中 正在生产过程中 生产成本帐 它形成的借方余额 表达的是正在加工的产品 人称再产品 说的就是它再产品啊 周展材料呢 周展材料上次说过 包括两个东西 一个叫包装物 一个叫低值亿号品 这也是存货里面的典型代表 往下走 受托代销商品 还有一个叫受托代销商品款 你记得它俩是一对 就是你替别人卖货 为了呢 在账上体现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把它当作 我们从委托方借入的一个存货 起名字起的比较有意思 直接借受托代销商品 代受托代销商品款 所以啊 这是个资产账 这是个负债账 它俩加一块等于零 填到存货的话 等于说这个没填 但是在账上要做一个显示 往下来 再图物资是什么意思 再图物资就是我买的这个料 还没到库 是正在运输途中的物资 那么材料采购和赛图物资 实际上说的是一回事 只不过呢 赛图物资说的是实际成本计价 而材料采购说的是计划成本计价 另外呢 既然是计划成本计价 它会有一个实际和计划的偏差 要材料成本差异来描述 存货跌价准备 这是指的所有存货可能发生的减值 对存货的可能减值 通过存货跌价准备来进行提取 消耗性生物资产什么东西 就是养鸡场养的那个肉鸡 工人吃肉的 肉牛肉狗 这叫消耗性生物资产 合同履约成本 合同履约成本减准备 这两个比较偏了 这个呢 简单说的就是 我是个搞装修的 这个装修这活的话呢 花的人工费材料费各种代价 叫合同履约成本 有点像工业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 对合同履约成本 如果形成余额就是存货 一般来讲一年以内的啊 另外合同履约成本 也有可能发生减值 它叫合同履约成本减值准备 这一大包 统称为存货 对于存货来讲 这些是基础知识 必须得知道 那么存货说了这么多 考的话考什么呢 当然这个内容是个铺垫啊 它不会专门考内容 它会考核算 但是你核算会用到这个内容 你得知道 存货其实考的是三条线 应该是三条线 一个叫初始计量 一个叫发出计价 一个叫期末计价 但是由于初级会计事务 对存货的发出计价 什么先进先出法 加全平均法 移动平均法 什么个别计价法 都解释过了 因此在我们会计师的存货这块 它对存货的发出计价 就没有进行展示 没有展示的意思是 你现在考中级 你肯定过了初级 所以说存货的发出计价 你肯定学过了 我们默认你是会的 所以就不讲 那我们考的话 会不会考到 肯定会考到 这事就麻烦了 它要求你会到什么程度 你最起码得会先进先出法 加全平均法 移动加全平均法 这三个方法怎么测算 存货的发出成本 结存成本 这些必须得会 因为它默认你是会的 它会考一些东西 当然重点 不会放在存货的发出计价 毕竟它没讲到 那还有谁 存货的期末计价 那等于说 会计师的存货就俩 初始计价 期末计价 那么初始计价 考什么 存货的初始计价 是从两个角度考 第一个它考什么 就说你是什么渠道来的 那么在这个渠道下 来的这个存货 你的成本因素 构成是哪几项 这是理论的考法 再有呢 就是把它落实成数字 算一个最终的入账成本数 这是两种考法 存货的期末计价 就是考简直 这个待会咱再继续说 咱们回到刚才的 入账成本这一块 那喜欢考什么渠道 买的 委托加工的 但现在的话呢 有一个可能的增加的内容 什么内容 就是非后备交换和债务重组 我们不希望他加 但是有可能要加 这两个要加进去的话呢 我们的会计师就显得更难了 但是如果没有他俩的话呢 我再说一遍 存货的入账就是考买的方式 委托加工方式 非后不交换债务重组 如果在新教材里面出现 其实他已经两年不出现了 他要真出现就完了 如果一样 这题难度瞬间就上去了 不希望他降 但是要做好准备 因为教材还没有发布新消息 入账环节这一块呢 我再分别给你解释 买的话一般的考什么呢 买的话呢 一般从哪个角度考 一个是因素 一个是数字 主要是考那个 买的环节的那个什么 合理损号记不记成本 这个是肯定要记得 但他没账 仓储费记不记成本 仓储费啊 生产中的必要仓储 或者说是转运环节的仓储记成本 别的一般走当期损 还有啥呢 关税记不记成本 进口商品的进效税怎么办 这些比较简单 这是买的环节 可能会问的一些点 尾头加工呢 这个尾头加工呢 得说清楚 尾头加工有好多种 他这说的 或者叫默认的尾头加工是 尾头方提供料 受托方负责加工 收取加工费 增值税 还有一些辅料价值 另外呢 如果这个加工的物资是应税消费品 这个受托方还得干一个活 叫替税务局代收代缴消费税 那他的考点就集中在 你这个消费税如果有的话 要不要寄委托加工费成本 什么收回后直接卖的 寄成本 收回后用于非应税消费品的 再加工费卖的寄成本 如果收回后用于应税消费品的 再加工费卖则是不寄成本 借记应交税费应交消费税 等总的消费税出来之后 再去补差 也就考考这个 当然数据计算是一方面 关键是考这个消费税的问题 那么债务重组非货币 如果加入新教材 那么债务重组按什么口径入 原则上是应收供应价倒计 非货币交换得看它是供应模式 还是账面模式 这个呢 我们原则上不给你展开了啊 因为你不知道新教材 到底加不加这两个东西 如果加的话是百分之百重点 我们先留个扣 那到底这扣怎么个解法 得看新教材怎么发布了 行了 入章环节就这些 期末计价 期末计价这个事呢 其实有一个总体的期末计价方法的名字 叫什么 长板与可变现净值 赎第一法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输低法 这个什么叫做成本 这个好理解 成本是账面余额 历史成本的 那什么叫可变现呢 可变现从字面意思上就是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我把它给卖出去 它能落多少前数 这就叫可变现 我们在这儿呢 简单的用两个题 我给你大概的把这个意思 先做一个铺垫 感觉一下它到底怎么算 来上题 可变现净值 有两个计算的路线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 如果你算的这个存货 是完工代售品 完工代售品的可变现净值 就是用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和背景下 如果你现在把它卖掉 预计售价是多少 再减掉销售中的 预计销售税金 预计销售费 到几出的 那就是完工代售品的可变现 我给你编个数上去啊 比方说 本人这儿有一款手机iPhone12 当初呢 我囤这个货的时候呢 是一万块钱一部 也就是它库里面的成本 是一万块钱 现在iPhone13一出来 它肯定不值钱呢 那么它到底可变现净值是多少呢 就用它的预计售价 比方说八千 减去预计销售中的税金 比方说是一百 预计销售中的费用 比方说五十 你看看这多少 八千减一百五 这个多少 七八五五 我们知道刚才说了 说这个iPhone12 目前它的成本是一万 那一万和七八五零相比 贬了多少钱呢 两千一百五 如果它以前没有提过减值 你现在要提到的就是两千一百五 分路怎么写 减四产减值损失代际存货 跌价准备 2150 就这么简单 这是完工代售品的套路 完工代售品在推导的时候呢 有一个小的细节问题 就是你的预计售价 预计售价如果说 它是有合同订货的 你的预计售价应该选择合同价 如果没有合同订货 你就预计售价应该选择一般市场价 俩都有呢 分开合同的按合同价 非合同的按一般市场价 这样走 完工代售啊 再往下来 什么叫做用于生产的原材料 就这个 你像你库里面存着一批棉花 它这个棉花存下来干嘛用呢 主要是为了织布用棉房厂 用于生产 但是也有可能呢 你的棉花近多了 你自个儿用不清 怎么办呢 你可能会把那个 多剩的这个棉花又把它卖掉 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个材料的储备是用于出售 那它和完工代售品 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们在这说的是用于生产的 一般烤的话呢 就是烤用于生产的 它不会烤用于什么出售的 用于生产的原材料 它的可变现净值的计算 有一个特别关键的特点 你必须得解合中端品来算 这里面是个什么逻辑关系呢 我再举刚才的这个棉花的例子 如果你存的这个棉花 用于织布的 说现在市面上的棉花都贬值了 你棉花的这个储存的这个 用于织布的你这批棉花 要不要跟着一块扁呢 那不一定 我们公司生产工艺非常先进 虽然这个棉花不值钱 对吧 但是我的工艺非常好 我加工出的中端品布批 依然是领先世界先进水平 卖的很高 没有贬值 那你说中端品的布批没扁 你的材料贬值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呢 中端品没有贬值 用于生产的材料 是不确认贬值的 只有说呢 你的材料贬值呢 造成中端品跟着一块贬的 你的材料贬值才有必要确认 我把书给你配上 听了 就说这批棉花 我们假定还是一万块钱成本 用于生产的材料 然后呢 说支撑布啊 这东西能卖多少 卖一万一一 支撑布 已经能卖一万一 布销售中的税费 比方说是两千 然后追加成本什么意思 就是从材料 棉花加工到布 追加成本一千 你看看 1.1减0.2减0.1 相当于1.1减0.3 多少 0.8 你刚才说了棉花成本多少 一万块钱 那个就是贬值两千呗 应提足减值准备两千 如果他提过五百的减值呢 那你应该提一千五 如果他提过三千的减值呢 那就多提了 反冲准备一千 这个呢 我们后面会详细展开 你先大概知道一下 他这个路子 另外 用于生产的材料 他选择中端品的预计售价值 依然有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中端品 有合同订货的 按合同价 没合同订货的 按照一般的市场价 OK 就这些 这是可变现的测算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另外呢 如果材料真要是往外卖呢 刚才说了 他跟那个完工代售品差不多 怎么做 用他的预计售价钱 减税费 直接洗就可以 存货的减值迹象 一般不考 大家有一个基本认知 不过在这呢 我们需要跟大家提个醒 非现金私产的提减值 一般来讲 都得是先有了减值的迹象 然后我们才去测试 他到底减不减值 反过来说 如果他没有减值迹象 咱是不管他的 知道吗 但是有三个私产 非常特殊 这个要背 哪三个私产 就是这三个私产的话呢 甭管他有没有减值迹象 定点测减值 或者叫定期体检 有三个私产背过 所谓定期测试减值 意思是这些私产 它的水分非常大 为了防止出现虚增 怎么办呢 我们至少每年末 听了是至少每年末 干嘛呢 去测测 他到底减不减值 享受如此定期体检 待遇的是三个私产 你现在最好能背过 第一个 解合并形成的商与 这个我们回头再细说 第二个 没有期限的无形私产 无形私产 如果没有期限 在会计上是不贪销的 因此它极有可能造成虚增 第三个是研发支出 借方余额 研发支出 借方余额什么意思呢 就是 起码没有完工的无形私产 私心研发的这个 起码没有完工的无形私产 累计发生的 允许资本化的开发支出合计 其实就是那个 资产负债表里面 猎豹的那个叫 开发支出项 说的就是它 就这三个私产 水分最大 要定期测减值 除了它们仨之外 别的私产 必须得有减值迹象 采取测减值 没有减值迹象 是不用管它的 这点呢 最好能记住 来再重复一遍 合并形成的商与 这第一个 没有期限的无形私产 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 研发支出 借方余额 研发支出 借方余额 就是私产负债表里面的 开发支出的猎豹项 存货作为 跌价准备 是可以恢复 但是不要超过 计题数 这事呢 大部分的私产 简直是不让恢复 但是呢 有这么几个私产 简直是可以恢复的 存货 跌价准备 坏账准备 债权投资减减准备 和其他债权投资 减值准备 这四个提案 简直是可以恢复的 其他的话呢 像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模式下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私产 生产性生物私产 油气私产 无形私产 商与 这些 私产减值准则 所规范的 七个私产的减值 是都不得恢复 这些呢 我们后面再详细说 你先大概知道一声 存货 低价准备 要求是 同步 同比例之准 那么这个存货 低价准备 它整个计题的口径 有什么单向比较法 分类比较法 所谓单向比较法 就是一比一 什么叫一比一呢 一个存货 对一个准备 它本身是 一个一个来提的 而分类比较法的话呢 是一类存货 打包一个成本 一类存货 算出一个简直来 它没有形成一对应 但是甭管你是 单向比较法 还是分类比较法 你这个准备 跟存货 必须做到同步 接着 卖三分之一 就要转三分之一 的准备 然后卖掉商品时的话 你比方商品 是一百块钱的 它那个准备是三十 净值就是七十 借总用成本七十 借存货 低价准备三十 代库存商品一百 就是这意思 另外 在整个的会计 实务的考试中 中级的 它有三个 私产的盘盈盘亏的 对比 就是现金存货 固定私产的盘盈盘亏 对比 我们在这呢 把它对比一下 整个中级会计实务 出现盘盈盘亏的 三个私产 别的是不可能 出现盘盘亏的 现金存货固定私产 从考试的风格来看 它主要是考盘盈盘亏 这三种东西 最终归属的 损一类科目是谁 你比方说现金盘盈 现金盘盈 它搁哪儿去 现金盘盈 是不是偶发事件呢 当然是偶发的了 那是经常出现盘盈吗 盘盈现金 是代计营业外收入 这是盘盈现金的思路 而盘亏现金 按理说也是个意外 但是在实践中 盘亏现金很常见 因此呢 对盘亏现金 通常是借记管理费用 你只要把它这个科目的方向 记住就足够了 至于说呢 说这个分路怎么编呢 我们会计师 毕竟是比较高端的会计了 他不太纠结 说分路怎么编 你只要看懂就行 他还是喜欢一语重地 问最终的损一科目是谁 再来看存货 存货盘盈怎么办呢 存货盘盈一般来讲 是由于存货的收发计量差错所致 通俗来说呢 就是没有算清账 存货的盘盈是充减管理费用 充减管理费用 盘亏呢 存货的盘亏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 得看它到底是正常的还是意外 如果是由于灾害造成的 这个是搁到其他应收款和盈亿外支出 其他应收款一般是指的保险赔偿 盈亿外支出指的是净损失 这说的是灾害 如果说是常规的 就日常里面难免的损失 你比方说呢 你买那个汽油 它是容易挥发 酒精也是挥发 这个东西是难免的 那么这个呢 一般是走到管理费 在这儿呢 我们把它挂上去 三个 管理费有可能 其他应收款也有可能 这个其他应收款 我刚才说了 保险赔偿是一方面 另外也可能是责任赔偿 张三的保管责任 他要赔一部分 那就挂其他应收款 张三就可以 盈亿外支出 指的是非常损失 好了 这个存货盘亏 还有一个点 有可能会考到 就是如果它是企业的 管理不善导致的盘亏 比方说 它自己没出息给丢了 当初你买存货 是可是有信向税的 那个信向税 本来是等着那个销向税 一块抵完之后交差额的 但是出现这种 企业自个没出息 把存货给整丢了 或者是损耗掉了 那么存货 当初的信向税 你是没有理由抵扣的 你不能让国家 承担这个损失 那怎么办呢 应该做信向税额转出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叫不予抵扣的认定 在这儿呢 一定要知道 当存货的盘亏 是管理不善导致的 管理不善导致的 请注意 管理不善导致的 就自个没出去导致的 那么它的信向税 是不可以抵扣 要做信向税额转出 来 再说固定私产 对固定私产来说 它是企业的大件生产资料 就这东西一般不太可能出现 盘一盘亏 你能想象 你的会计天地给你报喜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们盘云出一栋楼 哪栋楼 就是我们呆的这栋楼 这种事一般不太可能发生 如果要出现的话 证明该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 出现了严重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它采取的方式是 按前期重大差错追溯重述 会计分路是借记固定私产代计 以前年度信息调整 最终要转到盈余公积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这叫前期重大差错 盘亏呢 盘亏固定私产也不是太常见 盘亏固定私产要根据它的 这个盘亏 有没有人赔偿这件事 你得把那个保险赔偿 或者责任赔偿 割到其他应收款 将净损失割到营业外支出 借其他应收款 借营外支出 这样来走 好了 这些是常识 一定要记住 这是咱们说的第二章存货 它的主要的关键知识点 就这些难度也不大 马上进入第三章固定私产 固定私产可是个大头 在某种程度来讲 固定私产的重要性 仅次于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私产的特色是 知识点比较多 但它不难 但是它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会计师考大的综合体和计算体 经常用固定私产作为一个资料的背景来展开 当然也可能人家把固定私产作为一条完整的数据线 考成计算体也有可能 但是不管怎么说固定私产的话 它的出境率是非常高的 固定私产我们要搞清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固定私产 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它持有固定私产的目的 要么是自个用 要么是租给别人用 但肯定不是为了转手倒卖 在这儿呢 这是它的定位 还有一个定位呢 固定私产 它隶属于生产资料系列 劳动工具系列 属于企业的大件 你像钢厂的炼钢炉啊 厂房啊 以及运的一些矿砂的那个汽车 这都算固定私产 固定私产的话呢 从定位来讲 不是咱会计师的主要的切入点 咱会计师喜欢考什么呢 考它的三条线 第一个是固定私产的入账线 第二个应该是固定私产的 它叫什么 不叫发出线 它叫折旧改良线 对 这么说才对 来重复一遍 第一个是入账线 第二个是折旧改良修理线 其实就是后续计量 第三个是处置线 固定私产注意啊 从它的入账这块 先得搞起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截止资本化的时间顶 固定私产一般是大件嘛 你比方说你房子 你得且盖呢 那么哪天作为固定私产的入账时间呢 也就是说固定私产在正式的账上 立账的这个时间点 以什么为准 它叫固定私产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 我给你标一下 比方说我们这儿有一栋楼 办公楼 它是在2020年的8月1号 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 有个问题啊 你说这个楼 它怎么算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 这个楼怎么算达到预定可使用吧 这个楼是干嘛用的 是不是自个儿住的 OK 办公楼嘛 它能正常的运转 就算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 那它生产线呢 生产线的设备能正常运转 造出合格品 就算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 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 是一个职业经验的判断 就这个的话呢 各种那样的这个行业标准不太一样 就说呢 反正这东西能用了 能用 可以又死 就应该停止资本化 进入固定私产的入账 这是第一条 但是这儿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你这办公楼盖了这么长时间 说这个楼到底花多少钱 这个账啊 且不好算 那你说这个楼是先达到能用 还是先把账算清楚 它一定是先达到能用 然后再慢慢算出它到底值多少钱 那么最终它算清楚这个楼的成本的那个点 它叫什么 叫竣工决算日 竣工决算日 啥叫竣工决算日 就是算清它到底花多少钱的这个日子 OK 啥时候算清呢 21年的决一号 问题来了 我8月1号20年的时候啊 我还不知道这个楼多少钱呢 你让我入固定私产 我咋入啊 散估入原价 结固定私产带在进工程散估入 然后散估入了之后 从9月份就下一个月 开始散估的提折旧 用散估原价正常往下折 提提提提到了21年的9月1号 说这个账算清了 到底多少钱有个数了 OK拿那个数改原价 改原价 你听了是改原价 那你这段时间提的折旧怎么办 不动维持原价 不动维持原价 也就是当进工决算日到了之后 只是修改他的原价 但是他提过的散估者就是不动的 收了就这些 还有一些日子 说这个楼正式的这个接牌那天 正式的入住那天 正式的投入使用那天 验收合格那天 有账吗 没有账固定私产只有两个入账的时间点 一个叫 决算日 有一个走账的时间 一个叫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日 搞清这个啊 走 说完这个的话 我们再来说固定私产的入账成本 到底靠什么 跟存货一样 也是分不同的取得渠道 从它的因素构成角度 和它的数据计算角度 两方面来测 这儿依然要提个问题 到底它加不加债务重组 加不加费货不加加坏 我们不希望它加 因为加的话的这个难度就上去了 但是要做好准备 它万一要加的话 债务重组 费货币一旦加进去 百分之百是难点 我们在这儿先用着加点去跟你聊 那就说固定私产的话呢 整体的考试 从入账取道来讲 买的环节是一个点 私情建造是一个点 盘营是一个点 还有啥 债务重组 费货交换 五条 这是比较常见的 还有一个叫什么 叫接受业主投资 那个一般它考的不多 主要是这五条 如果债务重组 非货币 它要是没加进去 那就考三 买的环节 私心建造跟谈营 买的环节考什么 买的环节 一定考四个增值税的规定 啥四个 第一个 你买固定私产 有进相税 能抵扣吗 可以 除非你买的固定私产 是当做集体复利设施 为什么集体复利设施 这么特殊 因为集体复利设施 你是消费者 你是击鼓传花 最后一位 你的进相税 当然不能抵扣了 你的四个负担 你知道吗 这是说的第一个 买的固定私产 一般进相税 是可以理的 除非你是集体复利设施 那个是不让抵较入成本 第二个 说你这个买固定私产 有一些什么运输环节的各种代价 运输环节 那你这些进相税 运费有进相税吗 能不能抵啊 也是那套词吗 正常的运费的进相税 当然可以抵了 如果它是集体复利设施 又不让抵较入成本的 这说到底是一回事 还有一个就是 挪用生产用的原材料 就我这个固定私产 有时候装啊 安装的时候 我经常的话呢 会用一下我自己的原材料 来进行一些 安装使用的材质 我这原材料 我当初买它的话 是当做生产产品用的 你现在是临时挪用原材料 临时挪用原材料 关键的问题是 你的原材料当时买的话 是有进相税的 那这个进相税 到底可以抵扣 还是不让抵扣 那还得看 你的固定私产的指向方向是谁 如果它是正常的固定私产 那么它的再进工程 借记再进工程 带于原材料就可以 是不需要带及 应交税费 应交赠的税 进相试转出的 但是如果你的工程对象 是集体复利设施 那你代方必须要有一个 应交税费 应交赠的税 进相试转出的 不予抵扣的处理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是挪用产品 挪用产品这个呢 必须得来个题 不然的话看不清啊 看这儿 比方说我们这个工程 挪用的是我的生产的产品 这个产品的余额是80万 市场价为100万 增值税率13% 消费税率5% OK这条线捋下来 挪产品这个事呢 在这儿应该是 借其塞进工程 代计库存商品 首先说这个商品的余额是80 没问题 然后呢 这个商品的话 消费税在这是终点 必须得有应交税费 应交消费税 这应该是5 这应该是计85就对了 这是一般情况这么行 但是如果你的工程的指向对象 是集体福利设施的话 那你代方不光是消费税 你还得在这儿补一个什么东西啊 这儿 这儿补一个应交税费 应交生费税的 肖项税13 我这儿写的简单了一些 应交税费 应交生费税 肖项税13 看这儿加个13就对了 这是它的完整结果 应该这样行 但这样做的前提是 你的工程的指向对象 是集体福利设施才这么做 这是买的环节 需要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几个关键点 重复一遍 一个是买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能不能抵 运费的增值税能不能抵 挪元材料要不要进行水准出 挪产品 挪产品 他会问要不要做适通销售 这么说也对 所谓适通销售的话呢 就是说的那个谁 集体福利设施名 我们一般是不做适通销售 这些是常规靠点 买的环节就这么点事 没了 另外买的环节对 有一个小问题 就我这个经常出现 我买固定资产买好几个 便宜嘛 打个包 一块买 这叫一篮子购入 但是他开票 他开一张票 你入账你得分开入 你知道吗 入账分开入 开票开一张票 你怎么分呢 按照你打包买的这些固定资产的 公允价所占比例 公允价就是纯价 不包括增值税 不包括增值税 纯价所占比 去瓜分他的入账 这点务必注意 没了 就这些 走 私心建造 私心建造 首先说 它有两种建造方式 你比方说 我们单位要盖一个办公楼 可能比较常见的是包出去做 出包 出包的话 就经过招投标 A公司中标了 好了给你 你就按照我说的要求 造出来就可以 到时候你需要什么钱 我就给你 这种出包的话 一般没什么可考的 因为这个出包的话 发包方就是给钱 给钱再给钱 没什么可聊的 这个没什么可考的 几乎不考 他喜欢考自己个盖的 自己的人 自己的料 自己的设备 自己造 还挺家运 你比方说 我是建筑单位的 我肯定 我自己盖办公楼 我不可能再包出去 让别人做吧 这种自行建造方式的话呢 就是自营工程这个 要比刚才这个出包的一个 要麻烦的多 自营工程里面有六大靠点 我给你分别捋一遍 第一个 你买的那工程物资 能不能增值税抵扣 工程物资 增值税一般是可以抵的 除非你的服务工程 是集体复理设施 第一个 第二个 说你工程在挪原材料 要不要做信向税转出啊 又是刚才那个词 他要是普通工程 是不用转出的 可以比扣 如果他是集体复理设施 就得带记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 信向税转出 两个了 第三个 挪产品呢 挪产品 要不要做实通销售 一般不做 除非他是集体复理设施 要带个应交税费 应交赠税消耗税 仨了啊 第四个 哎呀 第四个是啥赖着 第四个就是那个 工程中的损耗 你比方说 工程里面的话呢 什么物资丢了 盘亏了 合理损耗 这个呢 得看你的损耗的标准 是怎么一个标准 我给你画一张 来看这 单项单位工程的报废损失 这个单项单位工程的报废损失 我觉得他主要是想说那个工程中的合理损失 你像你工地上钢筋水泥丢了一袋 少了一根钢筋 这不很正常吗 这种合理的损耗 如果发生在工程期 则是搁到工程程度里面去 如果是在非工程期 那得看什么情况 如果在筹建期的搁到管理费 开办费呗 正常经营期的话呢 因为它毕竟是长期资产 这个得放以外之出 这是说的一般的合理损失 那如果它是意外损失 来个地震 给震塌了 来个劈雷 给劈刹了 这种特别意外的灾害性的损失 那你建的这个楼塌了 或者说是出现了崩塌 那么这种情况下 灾害类的全都走以外之出 总之呢 甭管你是工程期 正常期 筹建期 通通搁到营业外之出 这是咱们聊的第几个了 第四个了 第五个呢 就是我们前面聊的 地零可供使用状态日 和竣工决算日的关系 这已经解释过了 第六个就是 试车净收支 试车净收支是什么意思 我们这造了一条生产线 那你说这个东西 生产线得造产品吧 你得试着用一用 看看能不能造出合格品 造出合格品 比方说合格品造下来花了八万 这合格品卖到市场上去 能卖十万 那你这个试车的净收益就是两万 这两万干嘛呢 充减工程成本 对生产线的这种试车的净收益 充减工程成本 要赔了呢 追加工程成本 买的环节就这么几个典型的 自行建的环节就这么几个典型的特点 六个算是 还有潘盈 潘盈的话呢 他考什么呢 考入掌口径是什么 重置成本 潘盈固定私产 咱前面刚说过 它是前期重大差错追溯重述 跨级分路是阶级固定私产代际 以前年度资源调整 要割到盈余工具未分利润 那债务重组非货币呢 等他输出来再说 反正那两个如果真要出来的话 一定是重点 再看后续计量 固定私产的后续 一定是两个东西 一个叫折旧 一个叫改良 或者修理 你这样子 我拿个题 咱比划一下 你感觉感觉这个折旧 到底考的什么程度 先做一个热身 看一看 我给你先出一个吧 出一个普通的折旧题 咱们按照直线法 双倍余额递减 还有什么年数所合法 咱们的铺开了 做一个比对 一看就明白了 你看到的这个方法 就是你考的重点 上题 比方说在2020年初 我们对某固定私产提取折旧 它的原价1000万 净残值100万4年折旧期 什么叫做净残值 净残值就是残值收入减清理费的差额 说的再通俗一些 就是最后你把它倒点的时候 看看能落多少钱的价值 那你说原价1000净残值100 它的应提足的总损耗是多少 也就是说这个固定私产 从开始用到的报废 中间总共损耗的价值 就是900万 原价净残值 叫应提足总折旧 900万 900万是你提的总量 但是它这个分布的态势 我们考试主要考三个方法 一个叫直线法 一个叫双倍余额 一个叫年少总和 啥叫直线法 直线法最简单 平拆 比如说四年吗 900除以4 我想想 900除以4 每年225 你看这个非常简单 一看就知道 直线法 什么叫双倍余额递件 这个双倍意思是折旧年限倒数的二倍 就像刚才说的四年直线折旧 是平拆四分之一对吧 双倍的话就四分之二 折旧年限四年倒数的二倍四分之二 但它这个四分之二有一个特点 每年用年初的折余价乘四分之二 但是这个方法的话呢 有一个缺陷 就算了算了的话呢 它这个折旧 要么多提 要么少提 它碰不起 可怎么办 倒数第二年改直线法 那咱们来一次吧 四分之二 一千的四分之二 一千是年初的原价 就这儿呗 一千的四分之二 多少 五百 切了五百之后 第二年年初这一价是五百 五百再来四分之二 二百五 那第三年呢 第三年你还算多少 还算二百五吧 二百五 它那个净残值是不是一百 二百五减一百 一百五 一百五平差每年七数 来我给你加一下 看齐了吧 这个叫双倍 什么叫年数总合法呢 年数总合法是把这个年数打包 一加二加三加四做分母 分子是尚可折旧期 十分之四 十分之三 十分之二 十分之一 这是它的记忆体的折旧率的一个分布态势 用九百 我给你算头一额 乘以十分之四 是第一年 第二年呢 是九百乘以十分之三 第三年乘以十分之二 第四年乘以十分之一 就这样来 九百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一千减一百的英体组总折旧 十怎么来的呢 一加二加三加四 头一年尚可折旧期四 所以它的折旧率是年数总合分支 尚可折旧期 十分之四 十分之三 十分之二 十分之一 这就捋完了 年数总合法 这两个方法 统称加速折旧 你会发现 加速折旧和直线法折旧 它的记忆折旧总量是一样 但是加速折旧和直线折旧 明显的不同点是 加速还这样排列 这样排列由高到低 直线是平拆 这是不一样的 非常明显 行了 这些会了就可以 往下来 加速折旧法下的年折旧 一定要会啊 直线的当然也得会 体检值和折旧的关系呢 这个固定私产体检值 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靠点 它体检值跟所得税挂钩 跟合并报表挂钩 总之呢 跟哪都能挂上钩 所以说固定私产体检值 是极为重要的一个后续计量 你固定私产体检值 你得以为可收回价嘛 可收回价怎么算 你像前面那个存货体检值用的是什么 可变形净值 固定私产不是这样的 固定私产用的叫可收回价 固定私产的可收回价应当选择 公云处置进额 未来流量折现 两者之输高口径认定 这个问题呢 我们后面会详细说 你先知道可收回价是输高 但问题是这个检值怎么提呢 怎么个测算检值 以及检值后怎么测折旧 检值能不能恢复 我们在这儿 依然拿个题展开一下 看题本 比方说有这么个固定私产 它的原价是800 它的净残值为0 它的折旧期是4年 我们采取直线法折旧 从2020年初开始折 那每年就200呗 好200 当你提完200之后 它会出现一个叫 所谓的折余价 就是原价减了一折旧 叫折余价 折余价多少600 可收回价是120 最新价呗 贬值多少 480 固定私产提检值的分路怎么写 借私产减值损失 待固定私产减值准备480 固定私产减掉了一折旧 叫折余价 折余价减掉固定私产减 准备叫账面价 那也就说呢 在21年初 20年底的最新账面价是 120 这儿呗 我们假定没有参值 还是折旧期正常 还剩3年 平拆 3年直线法怎么来 120除以3 每年40 取了两个40之后 账 账面价多少 40 他说又出现了减值了 可收获价 8万 那么他又贬了多少 32 再提减值32 那么提完减值32 这儿就变成几了 变成了8 最后这年 提8就可以 这儿有个问题 如果这个可收获价是48呢 那就说比账面40还高个8 那就说简直恢复了呗 恢复确认不确认 不确认 维持原状 如果是48的可收获价 那你这儿应该还是提40就对了 对了不 另外他这个题呢 他考的点一方面是结合所的税 另外还经常考一个指标 你比方说问这个指标 他说问第二年底 固定私产的账面价是多少 你咋算 你这儿的是120 减40 赚一个账面价是80 必须要回测算 这是说的减值和折旧的关系图 要汇算 另外的话呢 你看那个可收获价 选择的是公云处置金额 未来流量折现 二者之输高 固定私产的账面价 是固定私产登原价 累积折旧 切的这儿 叫折余价 再减准备叫账面价 提完减之后 以最新的可收获价 作为新原价 对后续折旧重新测算 提完减之不得恢复 刚才你也看了 另外对固定私产的寿命残值 和折旧方法 至少每年末要复查 出现改变 叫会计估计变更 这个问题呢 属于大项 叫会计调整系列的一个内容 改良和修理 这个呢 改良和修理 我们在这儿呢 不再给你举例子了 你就记住 改良修理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考 要不要计成本 要不要走当期费 一般的话 修理走当期费的居多 但如果是大修 符合资本化条件 视为改良 改良一般走资本化 但除非改良失败 则是走费用化 那么改良的话呢 它属于重新构建 一般的话呢 应该走固定私产的入账原价 改良后的新原价 应该用改良当时的账面 加上改良花的钱 减掉它的账面价 拆下零配合的账面价来算 改良之后 当作全新固定私产 你的折旧的后续的 什么期限啊 残值啊 方法 一切从头再来 这个呢 要注意对比它的理论 另外呢 就是固定私产的最终处置 固定私产的处置 有正常处置和报废损失 两种情况 如果是正常处置 则是割到资产处置损一坑 代计叫利得 借计叫损失 那报废呢 报废走一外支出 或一外收就可以 在这儿呢 要根据情况来定 对固定私产的处置和报废 一定要会编写分路 这是个基本功 必须要会 这是固定私产的 提前关键考点的预入 请不吝点赞订阅